中美外长联大期间举行会晤 针对美方近期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行径 中方阐述严正立场 近一时期美方的一系列的挑动背后 其实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掏空 所以王毅说得非常清楚 什么是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不能够仅仅强调 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而试图来进行混淆视听的这种操作 日本防卫项在宇纳国岛进行摆拍 美日欲在西南诸岛直起MQ-9无人机监视网 周日美军横须贺基地又爆出毒污水事件 这背后反映出怎样的问题 如果频繁地在驻载国进行类似的行动 说明美国所谓的保护跟着占领 基本上能够划等号 那个保护跟破坏也能够划等号 你说不美国目前这种高高在上的 所谓的骄傲姿态 会对盟国构成比较大的伤害 时隔三年第77届联合国大会 首次回归线下 将分水岭时刻写入主题 透露出对世界秩序怎样的担忧呢 近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会见美国务卿布林肯 终点针对近期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 错误行径 全面阐述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9月23号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 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王毅说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冲击 其中的教训美方需要汲取 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档口 急需双方本着对世界 对历史 对两国人民负责的态度 建立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推动两国关系指跌回稳 就在同一天 据韩联社报道 美海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驶入韩国釜山海军作战基地 将于9月底 在韩国东部海域 同韩国军方实施联合军演 有评论称 这是美国航母时隔5年 再度进入釜山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 美军还将出动 安纳波利斯号攻击型核潜艇 参与此次联合军演 韩美两国领导人 今年5月曾商定 将以事实协调的方式 在韩部署美国战略武器 两国防长7月曾商定 通过在朝鲜半岛 部署美国战略武器 强化韩美同盟威慑态势 美国航母战斗群访韩 可被视为这些协议的后续措施 强烈警告信号 据美媒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近日在纽约参加 联合国大会间隙举行会晤 这是两人上台后 进行的首次会面 也是美菲两国总统 自2017年以来的 首次面对面交谈 此外 由美国官方智库日前提出 美国需要加大投入 在太平洋上建立战略缓冲 9月12号到15号 美海军捷克逊号 滨海战斗舰访问飞机 该舰目前正被轮换部署到 第七舰队辖区范围内 支持前人部署 海域控制和威慑等多项任务 那么中美外长 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 将对两国关系指跌回稳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好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苏女士 我们看到中美外长 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 针对近期美方 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行径 全面阐述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对此您如何解读呢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一次会晤的背景 那是此前美国中院议长 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之后 那么美国搅动台海 余波未平 尤其是大家注意到 在这一次会晤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 可以说是顾忌重演 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声称所谓美国要防卫台湾 而此后呢 美国白宫又迅速洗地 声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没有变 这样的戏码呢 我们已经观赏了四次 那对于美方的一系列的动作 中方现在必须要把话说明白 所以我们从王毅与美方 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 可以读出几方面的信息 首先呢 在一个中国原则上 中国是不可能退让的 尤其强调的是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而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 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 同时呢 这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美方绝对不能触碰 而另外呢 我们会看到 近一时期 美方的一系列的挑动背后 其实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掏空 所以王毅说得非常清楚 什么是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不能够仅仅强调 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而试图来进行混淆 试听的这种操作 所以呢 干干净净地 把一个中国原则说清楚 这是中方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所谓干干净净呢 也就是说 说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 只能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而并非美国所添加的 所谓与台湾关系法 所谓对台的六项保证 所以这一点呢 可以说让美国没有办法 来进行混淆的这种空间的 进一步的延续 那同时呢 从中方的角度来说 也对于美国不断强调的 所谓和平统一的问题 那中国说了 和平解决当然是我们的选项 是重要的选项 但是台独越猖獗 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就越低 所以呢 把话说清楚 也是希望美国不要出现误判 那么在公开的场合 进行清晰的信息的释放 也是避免美国在 涉台的舆论方面 制造更多的模糊的信息 来把这个相关的应题 来进行误导 请教杜先生 我们看到除了 里根号航母之外呢 美国海军还派出了 一艘攻击型核潜艇 参加美韩军演 那这是否意味着 美韩之前商定的 在半岛部署的战略资产 已经要开始付诸实施了呢 美国的核潜艇和核航母 进入到釜山港 就说明呢 今后在半岛地区 美国的部署 将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首先是部署加码 之前设核的装备 在半岛地区很少停留 甚至这种水下水面 双核组合基本上没有出现过 如果在关键民侃时刻 特别是在恢复 美韩军演的一个 重要的时间节点 把双核同时向半岛部署 说明呢部署正在加码 另外呢 从它的基本作战功能去分析 包括美国在韩国 部署的各种防御性和 进攻性武器装备 有可能会形成固定加机动 两种方式 在半岛地区展开美国的军事存在 另外呢 从部署的这个类型上看呢 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会有加码的趋势 你除了在新洲郡 萨德导弹阵地的面积 要从33万平米 扩充到73万平米 也说明呢 它的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 将会大量提升 有时明目前对半岛紧张局势的轰动效果 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状态 另外呢大国竞争会加分 他认为如果把航空母舰 放在釜山港 按照现在航空母舰的作战半径 比如说空中可以达到1500公里 那么对地攻击可以达到2500公里 实际上根本就不用靠近韩国 从横须鹤到釜山900公里 根本就不用变换它的攻击位置 就可以对半岛地区进行全覆盖 那么现在执意地要到此一游 把自己的这种编队 向韩国部署 目标是中国 所以我想从整个野典行动 包括部署行动去分析 不光这个战略重资产 要应对所谓半岛局势的变化 同时呢 要在中国的眼皮下 家门口展示美国强大的存在 那孙女士 我们还观察到在联大会议期间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是首次会面 那拜登就抛出了 他对于南海问题的看法 您觉得目的是什么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非常重视菲律宾 因为在联大期间 我们会关注一系列的 所谓的边会 也就是这种双边的会晤 那么对于美国总统来说 他的日程应该是比较紧的 这个时候把时间给谁不给谁 美国是有自己一系列的算计的 所以当美国已经对菲律宾 来伸出这种橄榄枝 来刻意地安排一次会谈的时候 那么这一次会晤的本身 美国当然要达到预期的目标 那南海首先是美国的重要的目标 展现出的是 美国对南海的高度重视 大家可能会观察到 当小马克思胜选之后 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些 所谓的担忧的声音 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说 美菲之间 现在美国与马克思总统之间 是有一些历史问题的 那同时小马克思在他就任之后 也谈到的是希望与中国之间加强合作 这些声音都让美国似乎格外的警惕 那么抓住双方进行会晤的机会 来从最高层级进行挑拨离间 希望能够拉住菲律宾 离间中非之间的关系 也成为了美方必然的一种设置 所以在谈南海的时候 也是对中非关系打蝎子的一种尝试 但是美方能不能达到目标 其实大家仍然在一个观察的过程当中 对于菲律宾来说 与中方之间管控分歧 目前符合非方的利益 美国端纯的这种挑拨离间 也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杜先生 我们关注到这个美国智库呢 近日提出说 美国需要在太平洋的多个点位 打造所谓的战略缓冲区 那这个战略缓冲区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此时提出这样一个概念 有什么目的 战略缓冲区呢 从位置上看呢 首先是美国的一个有毒的蓄水池 因为在位置上看 它在二岛链之后 它认为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 中国远程打击能力正在快速发展 那么这个状态下 如果一二岛链面临解放军导弹 包括远程武器装备的攻击 势必会产生溃败 如果溃败向哪儿退 那么现在缓冲区 就是一二岛链美军作战部队的 一个撤离区域 或者叫疏散区域 第二呢 美国意图是打造第二点五岛链 如果从位置上去分析 像日本 台湾地区 菲律宾一岛链 对中国可以进行封锁 二岛链像关岛塞班 澳大利亚 形成了比较强大的 二岛链的一个连接 那么二点五岛链 就是目前的所谓 蓝色太平洋伙伴所在地区 像密克罗尼西亚 斐济 那么第三岛链 当然就是目前的夏威夷 所以如果在二三岛链之间 依托这些小国 部署它的自己航母编队 包括战略轰炸机 依然可以在这个地区 形成强大的进攻能力 所以它的弹性部署 说明美国的岛链战略 正在发生变化 它并不是整数的 一二三岛链 而且要在岛链之间 再重构小岛链 实现岛链之间的相互连接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 日本防卫向邦田静一 近日视察西南诸岛 在距离中国台湾地区 最近的宇纳国岛进行摆拍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邦田静一 近日视察了位于 日本最西端的宇纳国岛 日媒还报道了 其行程中的一个细节 邦田静一站在宇纳国岛的 最西端 确认了距离该地点110公里的 中国台湾地区的方位 此外邦田静一还声称 将于2023年在宇纳国岛驻地 部署在所谓有事实 干扰对方通信或雷达信号的 电子战部队 还将在今年年内 在石原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 导弹部队 另据日本共同校报道 日本海上保安厅负责人 在记者会上表示 海保厅采购的第一架 美制MQ-9B海上守卫者大型无人机 将于10月19号正式开始启用 除了海上保安厅外 海上自卫队还计划引进 多达8架MQ-9系列无人机 预计将部署在陆屋基地 而无人机的控制权 则是由美军负责 为此将有150至200名美军人员 将进驻该基地 此外 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 近日宣布 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 向海中排放的废水中 对人体有害的有机孵化物超标 该市已向驻日美军提出抗议 而美军方面至今未说明原因 另据朝日电视台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美国总统拜登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见面 双方站着进行了短时间的交谈 日本广播协会称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肯谈 交谈时间持续了几分钟 那么日本防卫项 在距离中国台湾岛 最近的宇纳国岛进行摆拍 是何意图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宋女士 我们观察到日本的防卫项 邦田静一近日是视察了西南珠岛 同时在距离中国台湾岛 最近的宇纳国岛进行了一个摆拍 您如何看待它这个惯用的炒作伎俩 说到日本的防卫项 那近日时期它的动作非常多 除了和美方在所谓的安全的问题上 进行沟通 大吵中国威胁之外 那这一次的摆拍 肯定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主要有几方面的目的 首先摆拍的时候 指向的是与南国岛 与台湾岛之间的距离 那很明显的 现在在台海局势 已经升温的背景之下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 从这个日本防卫项 这一次摆拍来说 是希望进一步地加剧台海地区的这种热度 那么另外这一次的摆拍的背后 恐怕摆拍只是一个开始 而摆拍之后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 还有更多的部署和设计 说到西南珠岛 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 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在安倍政府时期 我们也能看到 日本在西南珠岛方向 动作是不断的 在公股 石垣等岛进行部署 以及相关的投入 是一个既定的动向 那么现在涉及到与纳国岛 这也是此前日本关注的一个点位 那现在在进一步加强的过程当中 恐怕在下一阶段 指向的不仅仅是台海 那对于东海 对于钓鱼岛 日方也有自己的考虑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一次的摆拍反映出的 是日本在防卫政策上 一方面希望进一步地突破 而另外一方面展现出的是 对中国极大的恶意 这是下一阶段 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以及日本在这种防卫方向上 获得自己目标的一种必然的预言 那请教杜先生 我们看到日本海宝厅 近日采购的美制的MQ-9B无人机 下个月开始启用了 同时日本自卫队的MQ-9无人机 也已经开始部署了 那您觉得未来在西南方向 日本是不是想 支起一张MQ-9的监视网呢 日本从美国引进了两种MQ-9型号 把这个不同作战功能 在西南方向进行了重新组合分配 海宝厅的MQ-9B 主要是在钓鱼岛方向 进行高强度的跟踪和监视 MQ-9主要是在西南方向 瞄准了台岛 所以两种不同的无人机 它的任务包括区域并不一样 如果通过海宝厅 所谓的MQ-9B 大量的实时的传递情报 它可以在钓鱼岛方向 实时掌握大范围内的 情报和支援状态 如果在西南方向 部署MQ-9侦察攻击 两个要素都可以相互组合 既可以在台河周边 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情报侦察 同时可以携带各种武器装备 对海船目标进行攻击 所以现在看呢 无论是它的攻击行动 情报侦察行动 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通过大量部署 美制武器装备在周边 获得情报优势和打击优势 也不排除这些情报底细 会实时地向美国传递 因为美国和日本 相互之间的武器装备交易 它有很多内幕 比如说各种侦察系统 要情报共享 如果不共享 你的分析水平 包括研判能力 将会出现严重下滑 如果向美国 提供情报的第一手资料 至少在情报分析判断方面 美国可以把自己的优势 和日本的优势 相互组合 那杜先生 我们还注意到 除了驻日美军 冲绳基地的扰民问题 近日这个驻日美军 横须贺基地 又爆出了毒水事件 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美国在驻代国 所谓保护安全 实际上在破坏 整个地区的安全 无论是在冲绳 各种战机 大量频繁飞行的扰民事件 以及飞行事故 给当地民众所造成的伤害 包括横须贺排放毒水 实际上还是对日本的一种 所谓的蔑视 如果频繁地在驻代国 进行类似的行动 说明美国所谓的保护 跟着占领 基本上能够划等号 那个保护跟破坏 也能够划等号 你说美国目前 这种高高在上的 所谓的骄傲姿态 会对盟国构成比较大的伤害 本身它的驻外法规 对于美国在当地的这种犯罪 本身就是一种无条件的豁免 如果持续的 大量的高强度的排放 有毒废水 甚至是恶意传播新冠病毒 也是被美国在当地 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保卫 跟真正意义上的 保卫住在国的安全 没有半点关系 那请教苏女士 我们看到日媒披露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这次是带着很多诉求 来到联大的 并且一直寻求 和美国总统拜登见面 那您觉得这几分钟 他们能谈些什么呢 日本的目的又是什么 因为我们说领导人之间 这种高层的交流之间 如果站着谈了几分钟 可能会有两种主要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双方之间坐不下来 也就是在关系不好的时候 或者是一方拒绝进行 这种正式会谈的时候 会采取这种所谓走廊外交 走廊交流的方式 短暂地进行一些交流 似乎为下一步的 进一步的交流 来奠定一定的契机 但是很明显的 日美领导人之间的交流 不属于这种情况 而更多的是进一时期 双方之间的交流 已经非常的频繁 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 进一时期 日美在合作的方面 至少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认为自己的诉求 已经达到了 所以没必要对日方 投入这种额外的精力 当然从日方的角度来说 从岸田本身的角度来说 认为在联大期间 如果完全没有机会 和拜登见上一面 某种程度 对于日方来说 并不是一个非常体面的收场 哪怕抓住一个时间点 短暂地进行交流 谈一些岸田所关注的 所谓的关键的内容 那同样也是 日本从安全方面 与美国交流 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美俄 联合国大会再次回归线下 美俄在会上针锋相对 我们来看短片 时隔三年 第77届联合国大会 再次回归线下 全球各国领导人或高级代表 齐聚纽约联合国总部 就当前的全球挑战 国际问题开启发言模式 同时一系列双多边外交系 也将密集登场 围绕俄乌冲突的相关议题 无疑成为了焦点 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 宣布进行部分军事动员 几个小时后 美国总统拜登 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 指责俄方违反联合国宪章 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严厉谴责了拜登 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时 虚假引用普京的话 轩然俄罗斯发出核威胁 并批判这一行为不体面 纽约时报评论称 美国及其盟友 致力于发起一场 孤立俄罗斯的运动 除了继续强烈谴责俄罗斯以外 甚至还在拉帮结派 向中立国家施压 此外 在近期举行的 2022年俄罗斯军队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中 苏霍仪公司将其最新研制的 苏七五隐形战斗机 以实物的形式参与本次展出 俄罗斯红宝石设计局 则推出了第六代核潜艇 大脚星号的概念模型 并将其与北风之神级 战略导弹核潜艇模型摆放在一起 凸显前者激进 且科幻的潜艇设计 那么美俄在联大激烈交锋 相互指责 是否将进一步激化俄美矛盾呢 仿武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宋女士 我们看到有评论称 美国及其盟友 致力于在联大会议上 发起一场孤立俄罗斯的运动 您觉得这是否会进一步 激化俄美之间的矛盾呢 肯定会激化俄美之间的矛盾 其实我们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联大的一般性辩论当中 他的讲话当中可以读出的是 俄罗斯现在非常关注的是 西方阵营所发挥的这种效能 以及对俄罗斯所造成的这种围堵的压力 其实俄罗斯多次谈到的西方阵营 很明显指向的是 美国所主导的集团政治 在俄罗斯的视角当中 现在俄乌冲突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安全的问题 而是美国希望借俄乌冲突 打造对于俄罗斯更大的 更紧密的包围圈的问题 那当美国呢 对俄罗斯行围堵的过程当中 必然会进一步地激化矛盾 使现在的俄乌冲突难以降温 那么对于俄罗斯产生更大的消耗 达到美国 西方 对俄罗斯进行削弱打垮的目标 俄罗斯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 来对美国进行舆论战的反击 其实说到历史叙事的问题 这是我们多次谈到的问题 涉及到俄乌冲突 历史叙事 现在西方在试图主导叙事 把俄乌冲突单纯地描述为 俄罗斯单方面的错误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的国家 其实对于俄乌冲突 仍然在一个观察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 冲突的发生以及延续 它背后是有一些历史经纬的 是有深层次的矛盾的 所以当美国西方 在舆论上带节奏的时候 某种程度会影响叙事的 一种正常的展开 尤其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当美国的叙事没有变化 当美国仍然在舆论上 带节奏的时候 俄罗斯认为 双方之间的矛盾在加剧 那么未来找到问题 解决出路的可能性 正在进一步的减少 那杜先生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 俄罗斯近期频繁地 秀新武器亮杀招 您觉得这是想要 给西方传递怎样的信号呢 在俄罗冲突出现 重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 俄罗斯目前又推出了 很多新款武器装备 我想在这个时刻 把新武器进行展示 至少两个目标 第一它是显示态度 如果按照目前展示 新武器的类型 像苏-75战斗机 之前在迪拜航展上出现过 那么现在是以实际的方式展现 不是模型 有可能在俄罗斯空天部队 大量列装广泛使用 在空中对抗美国周边 F-35战斗机的能力 将会大度提高 第二是表现能力 如果按照俄罗斯 目前的战略打击能力 包括展现的第六代 攻击型核潜艇 以及新型的作战飞机 它说明如果与美国 北约搞对抗 完全有能力凭借本国的武器 专门创新所呈现出的 战略打击效果 在周边应对美国西方的 巨车威胁 目前无论是在远东方向 在欧洲方向 包括在北极地区 都出现了大国竞争的痕迹 也说明俄罗斯 凭借目前的这些武器装备 和后续正在研制 和发展的武器装备 在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北部地区 能够应对美国和北约的 全方向围堵 所以这个时刻如果把新武器亮相 说明不光能够在周边 应对已有的军事威胁 对今后美国和北约 有可能施加的新的威胁 也有足够的抵抗能力 那我们看到这次联合国大会 将分水岭时刻 写入到了主题 您觉得这透露出了 联大怎样的担忧呢 首先说到分水岭时刻 大家看到分水岭时刻的时候 都有一种紧迫感 而这种紧迫感 不仅仅是一种感觉 而是实质性的 必须要应对的挑战 说到分水岭时刻 我们会看到 现在不管是在安全的层面 还是在发展的方面 其实都有一系列的挑战 说到安全 因为俄乌冲突在进一步的延续 对于欧洲安全 国际社会在高度的关注 但是大家更多的看到的是 在安全的分水岭背后 应该说我们面临的选择 是进一步的搞小圈子 搞集团政治 进行对抗的这种选择 还是希望能够弥合分歧 共同发展 能够实现和平的选择 但很明显 有一部分国家 有一部分力量 仍然在搞小圈子 那么另外说到分水岭时刻 很明显关注发展的问题 大家关注的是一系列的问题 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 以及未来的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包括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都涉及到发展问题 那么现在西方所强调的 所谓的供应链的问题 异后世界重建的问题 同样也是发展问题 这个时候安全和发展 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 当安全环境不好的时候 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 当发展没有更多的动力 进行推动的时候 必然会产生更多的分歧 刺激安全问题 所以现在在联大的平台上 从多边主义的视角当中 是试图来拆解 一系列复杂的因素 能够进一步地来进行 组合 形成合力 而并非形成更多的分裂 当然这个过程 需要更多的国家 来相向而行 来共同努力 如果有一些国家 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来不断地来推动这个过程 向着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 那么对于分水岭时刻来说 在分水岭时刻之后 恐怕会是更加负面的前景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